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表示 俄入侵乌的风险非常高 或几天内行动 晚上好 欢迎收看2月1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你来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17号在白宫表示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非常高 并且可能将在几天内发生 拜登强调仍有明确的外交途径 解决乌克兰危机 拜登当天前往俄亥俄州前 在白宫表示 美国没有看到俄罗斯早前声称的 从乌克兰边境撤军的迹象 早前美国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乌克兰周边增派了多达7000名士兵 美国总统拜登17号 美国总统拜登17号 拜登表示 目前没有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计划 但强调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的选项仍然存在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华盛顿报道 另一方面 加拿大统计局周三公布最新的通货膨胀率数据 今年一月份 加拿大的通胀率已经达到5.1% 这是1991年以来的30多年中 加拿大的通胀率首次突破5% 造成通胀率上涨最主要的原因是 住房汽油和食品日用品价格大幅上涨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 今年一月 加拿大通胀率达到5.1% 是自从1991年以来 通胀率首次突破5% 造成通胀率上涨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就是汽油的价格暴涨 在温哥华地区 每公升汽油价格已经突破1.8加元 从加拿大全国来看 今年一月 油价比前一个月上涨了4.8% 与去年同期相比 涨幅更高达31.7% 此外 食品日用品价格和住房费用 大幅上涨 也是推动通胀率上涨的主要因素 其中食品和日用品价格 去年上涨了6.5% 是自2009年以来最高的年度涨幅 住房费用去年上涨了6.2% 是自1990年以来 征服最快的一年 这些最主要日常开销项目价格上涨 给普通加拿大民众 带来沉重的负担 有加拿大国内经济学家预测 燃油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 加拿大的通胀率上涨 预计至少持续到今年4月 经济界一直推测 加拿大中央银行可能会略微上调 基准利率 以抑制通胀率过快上涨 但是到目前 加拿大央行还没有实际动作 而加拿大并非唯一通胀率 持续走高的国家 不久前 美国公布 今年1月通胀率达到7.5% 创下自1982年以来的新高 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 而大量增发货币 增加政府开支 都是造成多个西方发达国家 通胀率普遍上涨的原因 凤凰卫视 祖克勤 苏惠文 温哥华报道 好 广告过后 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华盛顿大学卫生指标与评估模型研究所的模型显示 预估73%的美国人目前对奥密克戎变种免疫 到3月中旬 这一比例可能会升至80% 模型根据当前累积的确诊病例数 疫苗接种率 实际感染人数等指标 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褪色结果 华盛顿大学的专家 对之后的疫情形势持乐观的态度 认为即使夏季病例激增 但住院和死亡人数不会进一步上升 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估计 在这波疫情结束时 大约4分之3的美国人将感染奥密克戎变种 但专家提醒说 新冠群体获得了更好的保护 但许多个体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即使根据最乐观的人口免疫估计 8000万左右的美国人仍然属于脆弱人群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近日表示 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存在风险 但美国到了开始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了 福奇还提到在预防新冠感染方面 现在的喷鼻式疫苗的效果将会比注射性疫苗更好 但最终可能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一个是为了防止感染 另一个是为了预防重症 随着奥密克戎的病例数下降 多州正在准备新的防疫指南 此前包括新泽西州 纽约州 加州在内的多个州份 已经宣布 将在未来几周内取消学校或其他公共场所的口罩规定 根据政府的数据 目前平均7天的病例数约为14万7千例 比前一周减少了约40% 同期住院人数下降约为28% 至每天9500人 死亡人数为每天约2200人 莫德纳公司17号表示 可能在今年8月前 推出针对奥密克戎龙毒株的加强剂 目前新加强剂的研发 还在收集临床数据的阶段之中 根据初步的实验结果来看 奥密克戎加强剂可能无法提供 比现有的疫苗更强的保护作用 莫德纳公司首席执行官班塞尔表示 目前暂时无法确定 民众在接种奥密克戎加强剂时 是否需要再打一剂现有疫苗 或是只打奥密克戎加强剂 这有待搜集更多的临床数据才可决定 班塞尔还表示 莫德纳正在研发另一款泛呼吸道疫苗 这款疫苗能够同时预防新冠肺炎 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 预计最快明年秋天可以问世 盖洛普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美国成年人中非异性恋的认同比例 创下7.1%的新高 比2012年的3.5%翻了一番 盖洛普发现这一增长 是受18岁至25岁的Z时代成年人所驱动的 在这一群体中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 特别是双性恋者的比例很高 民调显示超过五分之一的Z时代成年人 自我认同为LGBTQ 这几乎是迁徙一代群体的两倍 Z时代的近五倍 另一方面自2017年以来 Z时代成年人中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比例 几乎翻了一番 从2017年的10.5% 跃升至20.8% 盖洛普指出民调结果表明 社会在接受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 以及人们在认同意愿方面发生了变化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家组 17号晚上前往马鞍山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视察 内地支援香港抗疫专家组包括组长康明 以及香港市疾控中心科长陈纯 中山市疾控中心应急管理部主任陈雪芹等专家 内地专家组将留港四天视察 并提供切实的防疫措施和建议 协助香港抗击疫情 台湾缺鸡蛋的问题未解 如今再传鸭肉也短缺 价格从去年一路上涨 一串下历史新高 产地供货源头分析鸭肉短缺的原因 主要是饲料涨价以及小鸭孵化率低 造成鸭量大减 市场供不应求 估计要等到今年夏天鸭肉供应量才有机会回稳 澳门特区公布新的入境措施 从21号开始 从香港入境的人士 在完成14天的医学观察后 要再进行7天的严格自我健康管理 从台湾地区入境 医学观察期从21天所等为14天 但同样要再接受7天严格自我健康管理 另外21号起 从香港台湾来澳门需要出示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 卫生局表示会持续评估 不排除针对从内地入境者采用同样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另外在财经方面 美股收盘是全线集错 大盘低开低走 标志录得两个星期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 地缘政治令市场转向避险 追捧债券黄金等传统避风港项目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早日一开盘 就是重挫下跌开注 三大指数跌幅都是分别超过1% 全天都是负面盘整 收盘之前跌幅速度加快 幅度加大 道指是以2022年最大的单日跌幅做手 纳指也是超过400多点的下跌幅度 投资人的情绪受到了目前恶务局势 日趋紧张的负面影响 恐慌性指数 芝加哥的VAX指数上升15.4% 达到28.03% 公司引力消息也对市场造成影响 凡是盈利超好的还是受到投资人Jipon 在星期四表现比较突出 就算是快餐送餐公司 Dorash公司上升超过14% 是盈利和前景都是超出市场 但是前景率为保守预估的英伟达公司 则是继续受到投资人的抛压 另外其他盈利超好的一些公司 包括沃尔玛公司斯科系统 也各个格勒公司 都是在道指当中成为 一身无最大的三支个股 时间长期收益率 一直都保持在1.965% 而油价出现2.206%的下降 是91块6毛一桶作收 黄金上升1.56% 已经重复了1900美元一盎司作收 左雷是华尔街股票市场 在星期四心态者 相当的省省投资人 是密切关注目前政局的动态 当然也有公司个体的动向 以上是新四情况 凤凰一只旁辙 内部也报道 我们来关注今天世界各地的 全球财经指数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在华人居住较多的两个城市 同一日内接连发生入室抢劫和入室盗窃 警方提醒广大居民注意个人和财产安全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帕萨迪纳市一间按摩店 警方在2月15号下午3点半左右 接受害人报警称 遭遇嫌犯徒手抢劫 随后赶往现场 据警方介绍 事发时按摩店就只有一名女性店员 再为一名疑似闻心意的男性顾客 做完按摩服务并收到现金付款后 嫌疑人从放现金处抢走现金 并要求受害人交出更多的现金 受害人随即从后门跑出店中 嫌疑人在后方穷追不舍 最后受害人躲在路边一个流浪汉的空障盆中 进行躲避后报警 目前嫌犯依旧在逃 巡逻警员将案件交与警局侦探科 进行后续调查 警方也提醒称 营业场所的雇主应尽量避免现金交易 以防让嫌疑人有可乘之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想这种小的business的owner 可以考虑一下 不要用现金交易 就是说你们只收卡呀 或者是避开这个现金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按摩店 就只收现金嘛 所以这个嫌犯也知道 他肯定是非常熟悉 我们这个的这个商业的操纵的 这个流程 所以他知道我们这个 他只收现金 所以他就是假装是客人 过来接受服务 然后就看到你的钱放在哪里 而且按摩店只有一个人 这个是很危险的 同日的另一起案件 是发生在圣盖博士的入室盗窃案 警方在傍晚6点45分左右接报称 一户的房屋报警系统被触发 首批警方在5分钟内赶到现场后 发现被盗房屋的正门和厨房窗户大开 待支援小组的警方抵达现场后 5名警员对房屋进行全面清查 确保嫌犯未在屋内且没有伤亡情况后 屋主才可进入清点被盗物品 警方也特别提醒称若屋主不在家中 但报警系统却被出发 第一时间报警后 不要擅自进入屋内 以免发生危险 第一个是不要进去 在你发生就是如果你比警察早到的话 你看到你的房间的门或者窗户开的 千万不要进去 一定在待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警察来跟警察说这个是我的房子 但是呢这个房门不是我开的 然后呢那个警察就会让你在安全的地方 他们会清理这个房子 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危险的人 就是嫌犯是不是还在里面 或者是有没有受伤的人在里面 这样的话呢就是确保这个 这个报案人的安全 对于入室盗窃 有安全专家建议民众 平时应该锁好门窗 有需要的话可以加装防护栏 而养一只看家犬 也不失为一种防盗的好方法 可以对盗贼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凤凰卫视朱小师 洛杉矶报导 另外少数组一媒体服务机构EMS近日举办线上研讨会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虽然全美已经有众多符合条件的成人和儿童 已经接种疫苗以减轻新冠病毒的影响 但美国五岁以下的儿童 已经成为最易感染新冠的人群之一 截至目前为止 超过一千万儿童的新冠检测呈阳性 他们的住院率和死亡人数 分别占全国统计数据的5%和2% 而Omicron的崛起对儿童群体的影响尤为显著 因为Omicron的感染浪潮 让儿童的住院率相较于Delta上升了4倍 大多数的儿童新冠病例相当轻微 可以通过止咳糖浆 退烧药和大量补水等常规方法缓解症状 但是如果孩童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例如呼吸急促或胸痛 父母应该立刻带孩子去急诊室 而不是等待他们的诊所或组织医生重新开业 似乎的医生重新开业 包括疲惊症 腿疼或压力 不离开 短短的脏或任何的疲惫 伤痛 严重的脚丶 疯狂 不过得到睡眠 如果孩子看到 褚色的颜色和脸 在孩子中 应该立刻要求医生重新开业 因为对于疫苗持有怀疑态度仍然是普通人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与会专家再次强调了目前可用疫苗的安全性 当前的疫苗不仅对于减轻病毒传播和防止重症至关重要 而且它们也是目前我们保护 目前仍无法接种疫苗的儿童群体的最佳防线 虽然近期民众对FDA推迟批准辉瑞疫苗感到灰心 但专家指出这种延期是积极的 因为它证明疫苗并没有急于求成 疫苗安全性仍旧是最优先的考量 当疫苗最终获得FDA批准时 专家强烈建议父母让他们的孩子们接种疫苗 凤凰卫视白亦臣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公商新闻方面 加拿大协贫世博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推出协贫智能防漏系统 并准备通过城市发展署与业界分享 公寓漏水解决方案 加拿大协贫世博集团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介绍公司与业内顶级顾问团队 合作推出的协贫智能防漏系统 协贫世博集团同时表示将与业内分享 公寓漏水解决方案 解决和最大程度减少 因漏水对公寓业主所造成的损害与不变 协贫智能防漏系统添加多重监测和预警功能 包括管道监测及及时警报 加速紧急反应以及优化消防喷离设计 协贫世博集团不仅将为新的公寓项目 安装智能防漏系统 还将对已经完工的项目进行改造 添加防护预警措施 解决公寓业主的后顾之忧 凤凤卫卫视苏惠文 一鸣江温哥华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